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时在网络上曝光之后 邪成在手说走就走这句广告词 被众多网友调侃成了邪成在手机场留守 一时间邪成卖假机票坑人的话题 就成了众多消费者关注的热点 消费者在网络上预定的机票 到底有哪些消费陷阱 这张小小的机票背后究竟隐藏着机票市场里的何种秘密 我们的记者对热点事件背后的玄机展开了调查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网络上爆出的所谓买到假机票新闻的来源 2016年1月9号 应该是国内知名旅游网站邪成最难忘的一天 一位名为傅先生的消费者 在自己的微博上爆料称 一位去日本出差 他通过邪成网预定了从上海浦东到日本东京 以及从东京到北京的两张机票 而就在他想要回国时却遭遇了无法登机的尴尬 航空公司告诉他 他买到的是一张涉嫌转卖积分的机票 航空公司认定此票无效 傅先生不能评票登机 日本航空的中国公司的同事告诉我 我这一次购买的这两张机票都是有问题的 分别是用港龙和英国航空的积分兑换的积分票 在网络上正规定的机票 为何变成了涉嫌转卖积分得来的机票呢 傅先生很是苦恼 但风暴并没有停止 傅先生此前咨询过的日本航空上海部门 再度给他打来电话 说又发现了一张傅先生的机票 这张机票仍然是用别人的积分兑换的 我这个电话还没扣下 我在柜台上的日本航空也发现这张票 开始很严厉的问我 您确认您购买了机票吗 您的机票是购买的吗 您再好好考虑一下 您真的买过机票吗 你认识这个订购机票的人吗 我当时是非常非常尴尬的 按照机票销售市场的惯例 依靠积分转让得来的机票 国内外不同航空公司都有自己不同的规定 但总体而言 航空公司的里程积分换来的机票 一般都只能转赠亲属或指定的朋友 在市场上 这类机票是严禁进行买卖销售的 但傅先生爆料说 携程公司连续两次向他出售的 都是陌生人的积分票 这让日本航空公司产生了警觉 最终进行了报警 傅先生认为 自己在协程网上正规购票被骗 去买到违规销售的积分票 让他在航空公司的信用记录里 严重受损 我不想出去之后被当作一个积分的小偷 我希望他恢复 我在日行这块的一个良好的信用记录 傅先生的这番投诉 引发了网络上的高度关注 而面对消费者的投诉 协程公司给出的回应是 父性乘客1月7号从东京飞回北京的机票 由供应商出票 由于供应商违规操作 私自以积分兑换机票 协程公司愿退一赔三弥补乘客 这就是几天来在网络上 关于协程卖出假机票事件的全过程 事件虽然简单 但由此带来的积分机票这个新名词 就成了众多网友热议的热点 而且协程公司在处理此事件的时候 使用了供应商私自以积分兑换机票的说法 也成了年关岁末机票销售市场上最热的一个话题 在协程公司网络销售平台上的众多机票供应商 究竟是不是在用积分兑换机票违规销售 傅先生的遭遇又是否是个别案例呢 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1月16号 就在协程公司网络销售平台上的机票供应商 违规销售积分票的风波 还在网上热议的时候 上海一位同样在协程网上购买到积分票的消费者 也告诉了记者他的遭遇 我看了电视以后呢 我想我自己买了那个 在协程买了那个上海去悉尼 然后悉尼回上海的那个机票 然后我自己想一想 要不是那个机票查一查 是不是也有什么问题 然后我就上那个网站 东方网站 一查呢 是一张是没问题的 还有一张呢 上面没那个查不出来 说没有这张票 王先生很难相信 网络上热议的违规销售积分票 竟然就这样被自己撞上了 他一个多月前 在协程网上 花了3837元购买的这张 1月18号 从上海飞往悉尼的国际机票 竟然就是一张航空公司官网上 不能公开销售的积分票 然后我就直接打那个电话 通行上面 等于显示一个电话 是95566吧 可能 王先生按照电话里客服的要求 提供了机票号 姓名 及证件号号 最终还是得到了查无此票的答复 结果他说 你再 再报一下 那个整个的 那个票的 那个 号码的经过 我再帮你查 他就问我姓什么 几号的 叫我报几号 然后我报给他 他以后他查了 说有的 这张票呢 那个 护照的编码 不是我的 他说 他是用积分 帮你买的票 我说这个票有有效吗 他说 也有效 也有可能碰到麻烦 因为那个 编号不是你的 确认了自己购买了一张无效的积分机票后 王先生吓出了一身冷汗 此时的时间 离1月18号的出发日期只有不到10天时间了 一张假机票打乱了王先生全部的行程计划 那麻烦大了 到悉尼等于是有事的 对吧 帮小孩子带孙子的 我跟儿子是正好是跟亲家两个人是接交嘛 正好我过去带他回上海 两人去不了 又麻烦大了 王先生告诉记者 他的儿子在澳大利亚悉尼定居 两家的老人轮流去那边 帮着照顾两个小孙子 他计划1月18号从上海起飞 19号一早到达悉尼 而王先生的亲家也早就订好了 1月20号从悉尼回国的机票 时间上容不得一点差错 要是去不了那两个小孩都在家 或者我大人全上班 那两个小孩怎么办 对吧 所以很着急的 王先生紧急拨到了邪程网的客服电话 说明原因之后 邪程网的工作人员为王先生 重新购买了同一航班的机票 在追究机票代理商之前 邪程网还按照协议 给王先生赔偿了三倍余票款 总计11511元的赔偿金 记者查询的网络资料显示 近年来 在网络上由于积分兑换而来的飞机票 导致消费者无法正常登机的事件很多 2015年9月 媒体报道 成都的李先生 在网上帮朋友订购两张 从新加坡飞往上海的机票 可朋友办理网上直接手续时 却查询不到机票订单 调查发现 李先生在网上买的机票 是一名中国籍人员 在加航飞行累积的 三万五千个积分所换来的 既然积分机票不能进入市场销售 那么这些积分票 究竟是谁拿到市场上违规进行销售的呢 经过多方的联系 记者终于采访到了 之前两次出售积分票 给傅先生的票务代理公司负责人 按照这位机票经销商的解释 他买给消费者的那张积分票 也是从别人手里买过来的 最后只剩了不到一百元钱 区区百元的利润 机票经销商 为什么会冒着违规的风险 进行虚假销售呢 采购机票应该还能 倒贴一百多块钱 对 还亏一百多块钱 就是实际拿到价格 比客人负责价格还亏一百多块钱 因为网上进行率是比较大的 如果价格高的话 就接不了单子 这位经销商告诉记者 近年来 机票代理环节的利润越来越少 为了拼价格 他们不惜报出一些 低于他们进家的机票价格 来吸引客户 如此违规销售 本不能在市场上售买的积分票 销售公司 无非是为了挣个人气 根本不是为了挣钱 11年的时候 可能一张票能挣个百八十块钱 现在一张票可能就二十块钱左右 因为那个饭点越来越少 销售公司寻找低价的积分票 违规拿到市场上 或者拿到协程上进行销售 而记者发现 市场上违规销售的低价积分票 并不在少数 机票经销商 又是怎样收集到大量积分 并成功兑换成机票的呢 对于这样的问题 这位经销商拒绝了记者的提问 随后 记者找到了一位从事机票代理业务 多年的资深人士 他告诉记者 销售积分机票 历来是行业里的一个灰色地带 因为首先 其实这件事情呢 在源头上面 就不同航空公司 它是有各自的会员制度 它的会员制度里面 对于积分的管理规则是不一样的 那么当然 本身整个航空体系里面 它不同的航空公司之间 它还会有互相的联运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 自然而然就是说 不是所有的这些会员 就个人的出行的这些积分 都是累积到这个人身上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 因为代理人是服务这些客人的 那么在服务过程当中呢 他们可能就存在了一些积分的记录 或者是本身就是有一些中间商 他获取到这些积分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 就形成了一条单独的一条销售链 那么有可能这些积分 就会被转嫁在 其他的客人身上来使用 总有人是希望从当中获益 所以说 所以说这件事情并没有 现在并没有特别好的一些规则 和一些技术手段 能够完全把它屏蔽掉 通常都是在最后一刻 才会爆发出来 这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积分可能是供应商 用技术手段盗用的互员积分 也可能是航空公司某些员工 泄露了会员的账号密码 还可能是会员资源将累计积分 卖给供应商 双方串谋谋取利益 事实上 里程兑换 原本是航空公司 给会员的一项优惠奖励计划 为的是让会员每次乘坐飞机出行时 都尽量选择固定的航空公司 而对于里程积分的买卖行为 航空公司的态度十分鲜明 那就是禁止任何里程买卖 例如全日空航空公司规定 使本人两代以内的直系亲属 便需提前向全日空公司备案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规定 为他人兑换机票 需要设置对奖受让人 每名会员最多可以设置八名兑换受让人 借米并更对奖受让人名单 六十天后生效 海南航空规定 每名会员最多可以设置十名兑换受益人 申请成功四十天后生效 南方航空规定 会员首次添加受让人名单 如有三条成绩记录的立即生效 如未达到三条成绩记录 将于成功申请之日起 三十天后生效 也就是说 如果有人想卖积分 转换成积分票 很可能要等待一个月的时间 尽管有着明确的规定 但记者在淘宝网上 输入里程兑换四个字时 搜索页面上 仍然出现了多大八页 近百条交易信息 明码标价 收购和出售各个航空公司的里程 记者联系了其中一家网店店主 告诉对方想要买一万五千公里的 国行凤凰之音卡的里程 对方给出的报价是两千四百元 并说一般第二天就可以到账使用 记者又提出 这种买来的积分 和本人真正购票换来的积分 是否一样 网店的店主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机票经销商违规售买积分票 普通消费者很难识别 但作为国内最大的机票预定平台的协程网 为何也没能堵住众多机票经销商违规销售的漏洞呢 记者为此来到了上海协程公司总部 机票事业部的总负责人 见到记者之后 很坦诚地告诉了记者 所有消费者都在埋怨指责 协程网销售假机票 但实际上 这些积分票 都是汇聚在协程网络平台上的 机票经销商干出的缺德事 协程被消费者痛骂 感到很委屈 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 我们这里到场无票的比例 是低于万分之二的 最中间有各种原因 其中包括供应商的错误操作 以及供应商的违规出票 所以后续我们一方面 我们要努力降低到场无票的比例 我们过去的做法是通过出差的方式 因为有一部分票 我们不能做到100%的自动检测 熊星告诉记者 在2013年年底 协程公司推出了机票销售的 网络开放平台 众多机票经销商 允计在协程的平台上 销售部分旅行车产品或机票产品 截至到目前 经销商出票量 已经占到了协程网络平台 总出票量的50%以上 平台大了 经销商多了 协程网对供应商的监管 也开始出现了漏洞 不同的市场用的东西都一样 目前在中国 我们协程百分之百 都在使用中航信 中国使用 但是针对于 比如说欧洲市场 大家可能更习惯的 使用Apidus 每周市场 更多的使用Saber 协程网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不同国家和区域 使用的全球机票分销系统 并不相同 协程公司采用的是 中航信的全球机票分销系统 因此对于部分经销商 在其他分销系统里 购买的机票 或者从航空公司 获得的特殊运驾机票 中航信系统 就不能自动匹配和核对 对于这些机票 协程之前 是按照一定的比例 采用人工抽减方式 进行审查 因此给一些经销商 明知故犯 钻空子 出售违规机票 提供了可乘之计 这次事件发生之后 协程也加大了 风控管理 从1月11号起 对于不能录入中航信 全球机票分销系统的机票 实行百之百人工抽查 逐单审核录入 确保供应箱 无法将违规机票 混入协程机票销售平台 对于这一部分票 我们以后会采取 以人工的方式 检查每一张票 检查 做到百分之一百的人工的检查 这样把这个比例 降到最低 打开我们协程的订单 在中航线里面 先验证一下 票号如果没有显示 我们就到这个行司的官网 去给客人验证票号 只有在我们验证完成后 学生才会给客人 发出票成功信息 整治违规操作的机票 经销商清查违规销售的 积分机票 相信各种监管加强了之后 违规的积分机票 应该会得到很好的治理 但年关岁末的机票市场上 我们的记者还发现了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消费者通过网络订票所遭遇的高额退票费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官网披露 2015年一季度 仅当地消保委供受理有关航空票物预定的投诉 就有1286件 投诉主要集中于退改签费用过高 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家住上海的陈小姐前不久在一家综合性旅游出行服务平台 订了一张2月16号从北京到青岛的机票 一共花了530元 其中480元为机票费 50元为机场建设费 可是没过几天 陈小姐上网时却发现 同样一趟航班 机票却大幅降价了 当时订的时候 比价下来他们家是还是便宜的 480块钱就订了 当时订了之后也没觉得什么 然后几天后呢 出于好奇心 我就点了一下那个搜索件 这一点把我给预梦坏了 因为点了以后发现 其实北京到青岛的票 有280的票 那跟我480的票 其实差了将近一倍的价格 陈小姐想着退票 可是她记得 当时买票的时候 网页上特别显明了 如果退票的话 只能退机场建设费和燃油费 陈小姐又再次联系了售票方 天台航空 得到的答案依然是机票费 不能退 如果我现在退的话 你这边怎么收费呢 经济厂 退票的话 只能退我是经常建设费 但是 让陈小姐十分不解的是 这张东航官网新推出的280元机票 价格不仅便宜了 而且还可以退改 280的票 它是能够退改的 改期收30% 退票收80% 而我480的那个票 它是不允许退改的 那这个我又想不明白了 不是应该越贵的机票 它那个退改费 反而应该更便宜吗 那为什么我480的机票 反而是不能退改了 280的票 倒还能够退改 就这个上面 我真的 没想明白 更让陈小姐无法接受的是 随后 她又登陆了一家电子客票验证网站 把自己的订单号 名字等信息 输入进去一看 这才发现 自己这张票的实际成交价 仅仅为280元 这一查吧 真的 蒙上家蒙 陈小姐又再次联系了出票的这家经销商 天泰航空 航空公司告诉我说 我想说的这个折扣 就应该是280的折扣啊 我这张票 跟480没有关系啊 那女士 现在的话 我们也是在网站上有公布价格的 如果您觉得不满意的话 您当时就不应该订购进来 是不是 陈小姐弄不明白 自己明明花了480元买的机票 为什么显示的成交价是280元呢 而这张高价机票又为何不能退改呢 在陈小姐疑惑的时候 那赵先生也谈到了自己在退票这个问题上的困惑 购买了一个1月15号 从天津到明古屋的日本航空的一张机票 那这个机票的价格大概是3300块钱人民币吧 是1月15号出发的 那我在订票的时候呢 它提示的那个退票和改签的标准 原话是以航空公司标准为主 但是出票完以后 我再点这个 退票与改签的提示 就变成了不许退票 也不许更改 跟航空公司的正常的那个销售 完全一样的航班 但是退改签的 最后享受的政策不一样 这个时候是小的代理商 他在玩猫腻 网购机票的退票费 为何这么多猫腻呢 在中国旅游未来研究会副会长刘思敏看来 究其根源是在生存压力面前 众多机票经销商 正在通过各种灰色地带操作盈利 这种风气几乎成为了 现在机票经销商的一个共同选择 代理费又没有了 原来每卖一张机票 他会有收益 或者要么是差价的收益 要么是加价的收益 我现在都没有了 所以说就导致这个小代理商 实际上在死亡线上挣扎 刘思敏告诉记者 国内机票的销售代理制度 早在1980年代便开始实行 当时主要靠实体网点售票 2008年 国家取消了机票代理费 统一收费标准后 机票代理人的主要收入来源为 3%的代理费和完成一定的售票量后 航空公司给予的奖励 就是通常所说的三加X 2015年上半年 国资委向国行 南行 东行 三大行 提出了双50目标 即在未来三年内 三大行企的机票直销比例 要提升至50% 同时代理费 要在2014年的基础上下降50% 机票经销商的代理费减少了 一些中小经销商 在规则发生变化之后 开始铤而走险 选择另一种赚钱方式 也就是在机票的退赶签上 进行违规的高收费 甚至不予退费 航空公司给他的代理费的话 现在已经降为零了 那以前代理费 通常是3%的这么一种比例 这个损失是最大的 而且这是一个现金流 是不断的 就是卖一张就有的 那么最后一种 正常的盈利渠道 就应该是航空公司的售后 或者叫销后反例 脚代理上的话 由于他的营额不够高 得到的比例就比较小 再加上这是年底的时候 一次性反的话 你就先要垫付自己的成本 可以说他的利润空间 就是从正规渠道来讲 是有了非常大幅度的下降 网购机票 是不是就应该脚大高额的退票费呢 这在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白浩看来 机票经销商的这种行为 实际上是在欺骗消费者 并借此谋取不正当利益 白浩律师此前曾在法院工作多年 主要从事民事审判工作 曾审理旅游合同纠纷 等民事案件签与件 他告诉记者 根据中国民用航空旅客行李 国内预书规则第二十二条规定 旅客在航班规定离站时间 二十四小时以内 两小时以前要求退票 收取客票价百之十的退票费 在航班规定离站时间 前两小时以内要求退票 收取客票价百之二十的退票费 在航班规定离站时间后 要求退票 按物机处理 国家民航局对于航空公司 是有这么一个明确的比例的限定的 那至于说代理商 按照什么样的一个比例来收取 那么这一块的没有一个限定 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 但是国家工商总局 关于新的一个规定当中明确指出 互联网交易平台对于消费者 进行收取违约金的这么一个行为 那么如果说它的比例过高 违反了法定的数额 或者是不合理的数额 那么它就属于一种加重对于消费者的责任 白昊律师告诉记者 根据国家工商总局2014年出台的 网络交易平台合同格式条款规范指引 第11条指出 使消费者承担违约金 明显超过法定数额 或者合理数额 属于加重消费者责任 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0条的规定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 加重对方责任的该条款无效 所以说从这起事例当中 那么代理商如果说 他不能够给出一个合理的解答 他的这个收费标准过高 那么为什么高出航空公司这么多倍 那么这个问题 那么在法律上 它就属于是无效条款 那么多出的这个费用 就应该退还给消费者 不仅如此 白昊律师还告诉记者 在2014年最新颁布的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第56条规定 经营者由生产国家明明淘汰的商品 或者销售失效 变质的商品等 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或其他有关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可以根据情节 单储或并储警告 没收违法所得 处于违法所得一倍以上 十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于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则令停业整顿 吊销营业执照 新销法除了对于消费者的保护以外 也规定 那么国家工商管理部门 对于经营者要做进一步的这种处罚 我们也需要工商管理部门来及早的出面 利用法律对于赋予它的这种武器 来切实的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年关岁末的机票市场爆出的乱象 也引起了中国消费者协会的高度重视 中国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董助理也表示 中销协将带着消费者的意见 持续关注事件发展 对经营者加强监督的力度 开展一些服务的调查 开展一些意见的收集 对一些典型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情况 进行公示 进行消费的提示 让消费者在消费当中变得更加谨慎 更加有目标 更加心理有素 眼下机票经销商违规销售 涉嫌转卖积分的机票 让协程网在年关岁末的机票销售市场上 成了千夫所者的对象 把脏水全都泼到一家互联网 公司的身上的确是有点冤枉 但这其中也的确反映出了机票代理销售市场上存在的乱象 积分票高额推票费 这些问题其实更多的暴露了一个长期隐藏在机票市场里的特殊群体 机票经销商 以前日子好过 机票代理的差价就能挣大钱 但如今规则变了 机票经销商的收入日益减少 于是蒙骗消费者的各种花招开始出现在了市场上 对于积分机票 对于退票费 国家法律 行业监管都有着明确的条文 但是机票销售市场呢 违规违法事件却日益增多 我们也了解到 国家主管部门从去年开始 也在大力的推进航空公司自己销售机票的工作 力求在机票销售机制上 根本性的解决一些不守规矩的机票经销商 欺诈消费者的问题 又到了一年机票销售最热闹的时间了 我们也希望主管部门加大对机票经销商的监管 严肃法律法规的执行 让即将到来的春运更加顺畅 更加安心 好了 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节目就是这些内容 感谢各位的收看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央视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